- 挑战无极限- 英雄初少年- - 电影机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 - 大家好我是喜柳姐姐 - 相信我们节目的小蠢丝啊 - 一定已经看过了 - 前几期呢我们在北京南海的公园 - 录制的三期儿童平衡车比赛的节目 - 这几期节目和以往有些不同 - 因为录制这几期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冷了 - 但是我们的小选手丝毫没有退缩 - 他们把自己最精彩的一面留在了我们的赛道上 - 如果小朋友们没有看过演怎么办呢 - 不要着急 -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 在这几期节目当中小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 是的 天气寒冷的时候 - 热身运动一定是少不了的 -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 在训练环节中 - 小朋友们直线加速的精彩训剑 - 直线加速的训练 - 主要考验了小骑手们的竞速能力 - 如何利用最短的时间 - 最快到达终点 - 当然要完美地完成这个项目 - 考验的可是小骑手们的各项综合素质 - 出发姿势很重要 - 并且在骑行中要压低重心 - 目视前方 - 做好这一切 - 才能保证在比赛时有最好的状态 - 就平常说不用练习孩子的四肢发运动 - 而且就是比较练习在这个坚忍的抑制体制 -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孩子会有一些机器 - 就是学任何新鲜的东西 - 他会去改一场式 - 他们在比赛的过程中 - 孩子们真的是会互相之间 - 扯着嗓子地给加油呐喊 - 这个场面其实让我都觉得非常感动 - 每一个小骑手都拼尽了全力 -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了出来 - 他们用顽强的意志去努力 - 向着终点的方向不断前进 - 小朋友们 为你们喝彩 - 为你们骄傲 - 你们都是最棒的 - 准备 - 准备 - 二 - 一 - 高 - 这一组选手普遍偏小 - 而且练的时间也比较短 - 快啊快快快快快 - 还有放车的 - 没事吧 加油 - 过快骑过去 - 加油 - 还是注意力不够集中 - 它是因为注意力不集中 - 所以导致了两个车会碰到一起 - 对 - 所以比赛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要看前面 - 我发现队员如果看地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 对 因为看地上会晃靶 - 晃靶很厉害就容易摔倒 - 疼不疼摔的 - 疼 - 摔到哪了 - 我要看路 - 你没看路啊 - 那下回咱们骑的时候仔细看路好不好 - 那你觉得你自己刚才是不是很勇敢 - 特别勇敢 - 一个掌 加油 - 学者姐姐你看啊 - 这个直线加速跑呢 - 让我们懂得了很多有关于儿童平和车的知识 - 是吧 - 比如说小骑手他们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 - 眼睛一定要看前方 - 而且看的是尽量要远 - 否则的话很容易摔倒 - 是的 - 我们刚才看的呢 - 都是小朋友们在平地上的骑行 - 这一次啊 - 我们在比赛中还加入了秋陵路赛道 - 那小朋友们会如何应对呢 - 秋陵路赛道可不简单 - 秋陵路赛道可不简单 - 它考验了小骑手们的胆量 - 平衡能力以及腿部力量 - 对于小骑手的基本功 - 有着很高的要求 - 对于成年人来说 - 只是小小的障碍 - 但是对于小选手们来说 - 可是不小的挑战 - 但是面对这样的挑战 - 小选手们毫不畏惧 - 出发 下坡 过弯 冲刺 - 都表现得游刃有余 - 面对自己无法驾驭的赛道 - 他们也选择了三个稳妥的路线 - 在下坡上坡之间 -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小战士 - 他们动作干脆利落 - 反应敏捷 - 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 - 重要的是他跟他之前的自己比 - 有进步就可以 - 这样坚持能对孩子 - 有一个特别健康的身体 - 非常好 - 像这样的丘陵路的赛道 - 这样的设置 - 能够为我们三岁四岁五岁的小朋友们 - 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和锻炼什么样的能力呢 - 首先锻炼肯定是我们的胆量吧 - 毕竟我们的呼呼还是很大的 - 一次是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 - 对不对 - 想不想挑战 - 想不想挑战 - 想不想挑战 - 想想当知名 - 想想当知名 - 想想当知名 -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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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好了吗 - 准备好了吗 - 准备好了吗 - 看谁能最快的辅助下去好不好 - 看谁能最快的辅助下去好不好 - 我们听教练的指令 - 还是准备 - 三 二 一 go - 动作好快 - 很好 - 做出一个压台的动作 - 很好 - 现在 - 不要迷路 - 不要迷路 - 下来 - 哇 好漂亮的动作 - 对 - 三个人都谁敢 - 暗号小棋手佳佳薛正奇 - 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他漂亮的动作 - 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勇敢 - 后面的小棋手们要加油呀 - 刘昊不太敢下去 - 对对对 - 所以还一直用脚在减速其实 - 对 因为他一下都是有弧度的 - 还是需要一个足够的勇气的 - 给锻炼咱们宝部的胆量 - 走 - 还用了脚去刹车 - 对 切赛道切得特别好 - 切赛道的表路切得特别好 - 其实很漂亮 - 寻找到了最佳路线 往前去看 激烧路上 你全满地转 好像是男孩 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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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这边开不开心呀 开心 你觉得这个活动以后 还想再继续参加吗 那你跟爸爸平时一起玩开心呢 还是跟主持人一起开心呀 棒 小棋手在邱陵路赛道的表现 真的是太惊艳了 每一位小选手 可以说是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是的 其实除了竞速比赛之外 竞技比赛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自由展示环节中 小朋友们是如何实现 人车合一的 在这个自由展示的场地当中 我们为孩子们 增加了一些障碍 有这个波浪道 对 跳台 跳台 还有平衡物 我们要从多方面的来 考验小朋友们 带了过波浪板 这个波浪道 它主要干点孩子 哪方面的能力 协调 协调性 对 就是人和车之间的配合 对 在自由展示环节 看似简单的障碍中 实际上却考验了小鸡手们的平衡力 协调性 专注力 等各项身体素质 没有了规定动作的约束 在自由展示环节里 小鸡手们可以说是 使用了浑身解数 马踏飞烟 大地飞烟 动作被他们展现的淋漓尽致 要知道 完成这些高难度动作的 还只是平均年龄不到五岁的小朋友哟 电视机前的你 是不是也要为他们这份体育精神点赞呢 在今天的自由展示环节呢 我们看到小朋友们真的带给了我们惊喜 整体的水平都非常的高 像马踏飞烟这样的动作 几乎是每个小朋友都能做到的 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时候会觉得 一个脚站在坐垫上另外一个脚抬起来 动作没有多难呢 可是我们面对的是三岁四岁 最多五岁的小朋友 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在台比赛练习的时候 花了多少的时间 拴了多少的跟头 流了多少的眼泪 所以今天除了给我们带来惊喜之外 让他们的每一个技巧性动作的完成 我都觉得很感动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比赛 希望他在下次的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从平衡车这个运动当中 我觉得能让他收获快乐和健康是最重要的 进一步的超越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小朋友表现真的是太棒了 别看他们的年龄很小 我们称他们为小萌 但是他们的这个技巧非常的复杂 他们真是太优秀太赞了 是的训练是为了更好的比赛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去回顾一下精彩的比赛了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系列的盘点 我们以技巧速度勇敢三个方面为标准 选取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朋友 我来想一下我们第一个先看谁呢 这样我有主意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速度之星的表现 速度之星李承飞 上网理由抓住机会完成超越 本场比赛的速度之星是01号小棋手李承飞 出发前并不是第一的他 通过优秀的车技和极快的速度迅速超越对手 并且在随后的比赛中遥遥领先着其他小选手 赶紧一起看看他的精彩表现吧 李承飞是排在第二位 第二名是01号小朋友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这两位选手的水平明显是比较的接近 2号在内弯道完成了超越 01号小朋友现在遥遥领先 他是他在刚才的弯道 飞老师应该也看到了 选择了他的内侧弯道 对 而且他的这个摩托腿的这种方式拐弯啊 让他的速度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是的 是的 而且看起来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激烈啊 在连续弯道过后 他应该把距离已经完全拉开了 是 现在进入了最后第二个直道 那么代表红队的1号小朋友李承飞 他是5岁的小女生 练滑步车也持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 但是表现出非常高的经济水平 我看他的身体姿势啊 嗯 一直 最后是选用双腿登地的这种方式啊 对 遥遥领先啊 遥遥领先 获得了这一组比赛的胜利 现场也是为小朋友的胜利喷起了彩烟 是 他们今天的发挥 我想现场的家长和观众 以及包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 应该都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 的确是最高水平的争夺 祝贺 你怎么判断这空隙是大还是小 你的车怎么过去呢 没有 我不害怕 不害怕 真是经国不让须眉啊 1号小朋友评为我们的速度之星 真的是当之无愧 那么在骑儿童平衡车的过程当中 除了速度非常重要之外 最重要的一项技术 那就是技巧 到底谁能够被评为我们的技巧之星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技巧之星张成俊上网理由 技巧娴熟展现自我 好15号小学生 现在已经出发了 速度非常的快啊 哇 速度非常的好 速度非常的好 我笑起来了 在自由展示的环节中 15号小朋友的表现非常亮眼 平衡幕 波浪道 跳台 这些道具 他都运用得十分熟练 那这些技巧在比赛中 他又会怎样展示呢 很快就要 开始了 两位选手是并肩出发 看黄队的小选手 出发的稍微的早一些啊 两个人的这个波浪 还是非常有节奏啊 15号小朋友 应该是刚才竞速赛的小组第一名 是 平衡幕都是非常棒啊 全部收脚通过 没有问题 到目前为止也是 街杯的一些优势领先啊 这是15号的选手张成俊 四推办的小男生 还是采用这个单腿的这种 登地的方式 哦 跳台也是前轮跳起来了 没有问题 我们看到15号的小选手 顺利的第一名通过了 耶 来 耶 来 很棒啊 很棒 其实两位小朋友 刚才在出发板 十米之内 没有拉开很多的距离 是 我们看距离到底是 在哪拉开的呢 其实我们注意 是从第一个波浪道开始 嗯 我们看15号张成俊小朋友 他的绿动 应该是做得非常流畅 平衡幕呢 两位小朋友其实表现的 都是非常不错 全力加速 在平衡幕上 并没有出现掉木 嗯 的情况 然后他加速过来之后呢 在跳台也看到了 张成俊和大齐小朋友 是 他们的前轮也是都跳起来了 嗯 在一场比赛当中 速度和技巧 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比他们更重要的是 坚强和勇敢的精神 那接下来 就来一起看一看 我们评选出的勇敢之心 勇敢之心肖卓辉上网里游 你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好 比赛开始 听到出发音 响起之后 两位小选手 几乎是同时冲过了起点 那么到目前为止 距离拉开了大概有十米的距离 比较好的还是黄队的小朋友 这是 薛正琪 顺利的上了平衡幕 非常非常的不错 没有问题 非常稳 接下来最后的一个直到 看看他跳台的表现 跳 非常非常精彩的 飞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身形 完成了他自己的跳台 合一号 小朋友在平衡幕发生了摔车 嗯 毕丽加油 加油 加油 欣欣加油 我们看到 镜头切过去啊 应该 蓝队的小朋友一号的欣欣啊 是出现了一些状况 我们看教练已经进场 看能不能给他一些帮助 嗯 他一般就摔了会直接起来 对 他可能自己是觉得是磕到哪里了 嗯 一号小棋手 肖卓辉小朋友 在过平衡幕的时候 由于心急摔了一跤 磕到了头 教练正在场内进行检查 他是否能够继续完成比赛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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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看到他最后飞起来呢 非常好 非常好 嗯 嗯 嗯 哎 弄起来 刚才怎么摔了一跤啊 哦 那个 真是滑一下 弯热的肌肉 哦 但是我看到你也从 跳台上飞过 对不对 飞一定有技术动作的对吧 我们知道都不简单 经过练习 所以两个人都很棒 加油 一号校主辉小棋手在比赛中的平衡幕上摔倒在地 虽然很疼 但是他还是在家长和教练的鼓励之下爬了起来 并且在最后的跳台中完成了漂亮的一跃 尽管最后没有赢得比赛 但他也证明了自己的勇气 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勇敢之星 我们来为小朋友的勇气鼓掌 为小朋友的表现来点赞 其实啊 我认为每一位小朋友只要能够走上我们的赛道 他们都是最自信的最有勇气的 在我的心目当中 还有一位很有可能被评为勇敢之星 他是谁呢 他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勇敢之星马慧乔 上榜里游 不畏摔倒 努力前行 好 现在比赛开始了 这是精速赛的第三轮的比赛 10号的狗蹲 现在是主在第一位 然后是24号王天宇紧跟其后 嗯 我们看 走端的这几个拐弯是非常 非常流畅啊 流畅啊 挑逸啊 他其实并没有采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摩托腿的方式啊 可是转弯还是非常有效率 我们现场小朋友绿队的小朋友应该是摔倒了 嗯 而且自行车好像是卡在了下面啊 好 也是马上调整了装备 现在 10号和24号应该是还是有机会啊 因为最后两个直到 还是红队的两位小选手的这个表现啊 是非常的精彩 非常非常集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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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喊得很大声啊 10号小朋友 非常集艰 而且一定雷都 GotG 啊 非常集艰 领先者全都是红队的 在这场比赛里面 他们的教练 他们的领队 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战术的安排 这个战术的安排 让他们在最后一轮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轮 获得了这个前三名 在之前迫切想要上场比赛的 三十号小几手马慧乔 可能过于的想要为团队 争取到更多的积分 在比赛时 由于起行速度过快 不慎跌倒 但是在摔跤之后 他并没有一丝的迟疑 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 继续参加到比赛当中 为他的勇敢点赞 其实之前一直很快 在弯道的时候摔了一脚 这怎么回事 太沉了 太沉了 那其实我们的车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 也不是很沉 就是有点着急 我觉得对不对 我看他是想加速 然后速度一起来 没有看到那个弯道 对 是 那那个弯道一下走到 那个正方那儿有一个 直接撞到杆上 直接撞到杆上 平时如果摔跤的话哭吗 从来不哭 从来不哭 那很好 自己就站起来了 其实只要是来到我们英雄初少年的赛场上 能够从头到尾都坚持下来的小朋友 那都是我们的勇敢之心 为他们热烈的鼓鼓掌 其实我认为一场精彩的比赛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状况 其中有反转 而且呢还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 其实这就是比赛真正的魅力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梳理和一个盘点 把精彩的瞬间带给大家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排名第四位的精彩瞬间 第四位 比赛过后双方战成一比一平 最终的冠军花落谁家 全由第三轮团体赛来决定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这场激烈的冠军争夺之战吧 那么现在马上在场地里要进行的比赛呢 是团体接力赛 出发音 响起来 两位选手同时出发 我们看一还是保持了领先 是 但是脚的非常紧 在第一个弯道已经拉开了 这只 频率倒得更快呀 黑老师 叫摩托腿 对 黑老师一直喜欢这个小朋友的摩托腿 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姿势 因为我一直认为体育比赛里面 最好看的姿势 往往代表最好的 也因为意味着他的身体 发挥的这个能量 是最佳的状态 我们看到在最后一个弯道拐过来之后 蓝队的小朋友 其实是三号 鲁伊诺 鲁伊诺 第一小朋友 是第一个到达的接力区 对 大概已经拉开了30秒的距离 是 第二位小朋友已经出发了 加油加油啊 一定要加油 还有机会 因为毕竟四个人的接力呢 那么有的小朋友 是在一开始 水平最高 打第一棒 那么也有的是 根据教练的安排 在最后的时候 有最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到目前为止 蓝队跟黄队的这个比赛悬念还在 并不见得因为 蓝队的小朋友 在第一棒结束之后 有这样的一个领先 就失去悬念 这是我们看黄队的小朋友的频率 也是保持得非常好 一直在追赶 是 看到当幕前为止第二棒 还是蓝队在领先 这是六号的小朋友 张军夜 第一个来到了接力区 而黄队也是紧紧地在跟上来 非常非常胸心的 很心烈 黄队也到达了接力区 那么黄队的第三棒 现在也出发了 看第三棒 现在拉开的距离 大概有40米 小朋友们是在努力的比赛 我们也听到了现场 非常地激动 我们看17号 大级小朋友从出发 应该是遇到了一股强烈的逆风 在比赛的现场 我们看到蓝队的小朋友 在第三棒的比赛里面 还是处在遥遥领先 这样的一个状态 看来蓝队三位选手的这个水平 还都是非常地接近 蓝队已经来到了接力区 马上蓝队的最后一棒 我们这一组 马上要出发了 李泽奇大奇小朋友 大概追回了实体的差距 在最后一棒马上交接 开始被判了 我看 15号张腾骏 头头小朋友 一直在奋力追赶 我们看有没有可能 加油 加油 追上的机会 比赛是进入到白热化 加油 黄队加油 蓝队的小朋友 应该是家喻小朋友 也是感觉到后边追赶的 这样的一个压力 距离已经飞到输输了 非常短了 只有一个最后的弯道了 我们看看蓝队的小朋友 是否能够把这个胜利 保持到背后 加油 脱脱 哦 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看到蓝队是最终获得了 这场团体接力赛的冠军 让我们恭喜蓝队的小朋友 太棒了 最后一棒是14号和15号 如果距离再长一点的话 我相信这个黄队的15号 一定能够反超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后的结果呢 已经产生了 不过小朋友们 表现真的是非常棒 后面都飞起来了 太棒了 而且后面那个距离 就是越锁越短 他这个团体赛 不像个人赛 他就是各个队员的 对 一定要看全体的实力 对对对 蓝队的小朋友和四位 黄队的小朋友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 非常精彩和激烈的对决 这个第三场比赛呢 每队派出了自己最强的 四位小车手 我们看在第一棒 古伊诺 第一就抢占了先机 把他的距离大概拉开了 有三十米左右 第二棒和第三棒的小朋友呢 水平相当 距离没有拉开 也没有拉近 虽然说紧紧的追赶 但是的确因为之前的 这个距离差距太大 是的 所以在第四棒接力的时候 还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 相当于两个弯道 这样的差距 没错 贝老师观察的 非常非常的细致 我们最后一棒 14号和15号小朋友 应该是有我们的妥妥 虽然有了非常好的表现 但最终还是因为 之前的这个差距太大 是的 以至于没有办法 能够逆转获得胜利 但是在今天这个 四五级北风的天气里面 我们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我们为这些小车手点赞 我们也很期待 接下来在下一场比赛里面 有更加激烈的对决 哇 真是觉得好可惜 好遗憾了 黄队只差那么一点点 就要反超了 但是在这里 也要给蓝队 点一个大大的赞 因为他们把胜利 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 蓝队之所以能够 把胜利保持到最后 是因为每一位队员的 专注度非常的高 只要你稍微走神 你的注意力 没有在比赛当中 就可能会与冠军 与我们的胜利失之交臂 接下来这个场景呢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精彩瞬间 排在第三位的是哪个片段呢 排行榜第三位 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 障碍赛的争夺 在本轮比赛之前 红队已经在竞速赛中 先胜一轮 所以要想赢得冠军 绿队本轮障碍赛的比赛 不容有失 必须拿下这一局 颁平比分 才能有机会 向冠军发起冲击 然而这轮比赛的结果 也极具戏剧性 让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吧 90度弯 发生了摔车 出现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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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受影响 继续追 继续追 现在红队的小朋友 在绿队小孩 出现转弯失误的情况下 而且我们看到绿队的小朋友 还是追得很快 是的 现场也是为他 喷起了胜利的采烟 没有问题 我们也是为四号小朋友 需要为他 大喊和加油 表现得非常棒 这个障碍是没有走过的 没有走过 然后这是第一次 然后刚才我还担心 因为对手实在挺强的 又一次超出了我对他的认知 真的是今天是小宇宙也爆发了 非常感动 然后我觉得孩子太棒了 我们要担心 为什么要甩胶 没有 刚才转弯 看往下 就看我甩胶 往下会更快对吧 心疼了 心疼了 没事 没事没事 孩子自己爬起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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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一下 这次还是四号获胜 这次那个四号获胜 这是什么情况 明明是五号选手率先冲过了终点 怎么会是四号选手获胜呢 这次那个四号选手获胜 然后他也输了 但是五号没有走平衡目 根据游戏规则 还是四号获胜 没走啊 刚才 没走啊 真是没有想到 虽然是红队的五号小棋手 魏胜恩率先冲过了终点 可是因为他没有走平衡目 根据比赛规则 他失去了获胜的名额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刚才你的对手 可能因为你速度太快 给他的压力太大 所以他没有走平衡目 按照规则 他没有完成比赛 真是你赢了 开心吗 恭喜 耶 刚才结束的第二轮障碍赛 结果非常的细郁 五号是率先通过了终点 跟四号呢 在途中摔了一跤 但是五号因为 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定 通过所有的障碍 直接绕过了平衡目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四号获胜 哎呀 这个结局真是 太让人觉得意外了 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 说实话 这个结果让我都很震惊 其实啊 不到比赛最后一刻呢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这就是我们比赛 真正的魅力所在 是的 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被我们排在第二位的精彩瞬间 是哪个画面呢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家长们现在紧张吗 现在播放的就是排在第二位的精彩比赛 两队教练都想在当天的第一场比赛中拔得头筹 率先抢到竞速赛的第一个六分 但是在主持人询问了两边的排兵布阵之后 两位教练纷纷表示第一场只是试试水而已 那真的是如他们所说 用第一场比赛来试试水 还是说他们其实在本轮上场的队员中 早已经隐藏了一位冠军选手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我们黄队的策略是 我们先派出那个15号 1号和26号 为什么呢 也是15号比较强 然后也是两个比较试水 每一队都派出了非常强劲的这个选手啊 想在第一阵的比赛当中 率先拿了六分对不对 好了 那么第一轮的竞速赛马上就要开始 千万不要走开 有好戏看了 加油 加油 队员们现在做好准备了 我们可以进到家长那边了 这个加油声势磁鱼服非常非常的热烈 我们这个风也是越来越大 小伙伴们加油了 加油 第一场比赛的第一轮已经开始了 这是在今天的这个比赛 分成蓝队和黄队 经济老师您现在看到 应该是15号黄队的小范 15号黄队的小朋友是张成俊 妥妥小朋友 应该是妥妥的 妥妥的第一名了 所以六位选手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是黄队的15号张成俊 7号小朋友 加油 还有26号小朋友张锐 那么蓝队有三位小朋友是李泽琪 9号18号选手李思良 还有19号选手一加琪 看到比赛已经进行到中段 现在这个因为比赛出发的这样子的情况 15号选手是瑶瑶领先 看到这第一轮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了 对 是的 今天这个赛道呢 一共是16个弯道 是对对于转弯技巧 还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看他已经过了终点 15号的张主训 我们看出发之后 15号小朋友 又是一直遥遥领先 是 这就是比赛中我们说的出发的重要性 如果你的 虽然我们今天的赛道难度非常高 是 有多个转弯的这些直角弯 S弯的设置 是 但是因为你在领先的时候 前面没有人会影响到你 是 没有人会干扰到你 所以你的技术发挥就会更充分 对 所以我们看他整场比赛 零失误 对 以比较大的优势 率先抵达中点 而且就像你讲 基本上所有的体育比赛的 这个起跑起跳 甚至于就像你说 这个咱们这个少儿滑步车的比赛 也是一开始的出发 因为他不会受到别的人的影响 是 所以 一直让他自己的这个技术运用 也非常的得到 所以 最终是非常顺利的 得到了这个第一名 15号你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 你是一路遥遥领先呀 你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跑那么快 没有 你觉得是你自己发挥的好 还是其他小朋友 这个实力不容易 发挥的好 发挥的好 丑哥之前表现怎么样 表现挺好 之前骑得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正常的发挥 动作很标准 然后弯道处理也很好 也没有摔 然后攻速也很快 就是完美 就像刚才金豆哥哥说的那样 在比赛场上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在这里 要提醒所有的小骑手们 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因为任何一次小的失误 都将可能导致你与冠军擦肩而过 我特别赞同你的这种说法 其实就是在比赛当中 如何保持自己的专注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对于四岁 五岁 三岁的小萌娃来说 就是很困难的 所以接下来这个画面 被我们排在了精彩瞬间的第一位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排在排行榜上第一位的 是一场团体接力赛的比赛 当天两队的实力都旗鼓相当 在前两场比赛中 战场一比一平 最后的胜局就将在接力赛中 见分享 而两队派出第一棒的选手 也是颇有渊源 第三棒是三号是星可 第四棒是 他们来自同一个车队 在今天所有的比赛中 都作为对手出战 且各有胜负 可以说是针尖队卖忙 那在团体接力赛中 他们又将谁胜神负呢 第三棒是十二号的善太明 第四棒是八号的行允朱 第五棒是六号的赵俊钦 第六棒是四号选手高瑞泽 有压力吗这一轮 很有压力 他在经济上可能稍微占点黄 但是说如果说纯迅速的话 他肯定跑得过六一 而且关键是六一 现在这一轮肯定是卯足了劲 所以他肯定会超瑞 我们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 好 我们看到比赛已经开始了 两位小朋友是并驾齐驱 在第一个弯道就发生了碰撞 可见这个比赛是多么的激烈 到目前为止是红队 一号的小朋友李承飞 是在前面领先 你看二号一直在追 一直在追 最重要的是不要失误 不要失误 一定稳住 一号的小朋友 现在还是在保持他自己的领先 基本上是在半个直到 这样的一个距离 我们看最后直到 能不能再追回来一些 登腿非常的有力啊 也让他自己在这个滑行的过程中 能够滑出更远的距离 我们看到交接棒 第一圈的比赛跑完 两位选手也都先后与队友进行了交接棒 在第一棒选手的比评中 红队一号小棋手李承飞笑到了最后 不过这场比赛可是团队接力赛 想要获得最终的胜利 需要和队友们共同努力 红队能否保持领先 成为最终的冠军呢 没有机会完成反超 现在红队的22号选手 还是在稍微领先这样的一个位置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直到的距离 觉得还是非常有机会啊 我们现在看到22号代表红队出发的 小选手郭华俊是来到了这个距离区 红队交接棒又发生了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绿队也是出现了一些 但这就是儿童比赛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多的乐趣和悬念 就是的确我们不知道在这中间 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意外 而这个意外呢 也是比赛的一部分 也是比赛的乐趣的一部分 现在红队和绿队的差距就拉得非常开了 不过没关系啊 这才刚刚是第三棒 你知道比赛是有六棒啊 相当于足球比赛的上半场 所以我们不用着急 比赛的悬念还在 我们看现在绿队的团队小朋友正在往上追 嗯 绿队的第四棒是景允珠 嗯 我们看我差距拉得非常小了啊 只有一个直到的距离 所以这次我们带来的团体比赛的第四棒啊 看到第四棒 红队跟绿队现在是大半个直到的差距啊 交接棒的过程 还有小朋友在比赛 加油加油 尽量要保持自己的这个 不要出现失误啊 非常的重要 看到这是第五棒 交接 红队已经出发了 红队的第五棒是 17号的周云轩 三岁的小女生 如果整个赛道都不发生失误的话 我觉得红队还是非常有希望 获得这次团体赛的胜利 是 但是就像今天老师讲的 这个两队的最后一棒啊 也是在个人比赛里面获得冠军的这个强棒 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待会儿交接棒的过程 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旋律 我不看红队的小朋友停下了 所以这就是孙儿的比赛 正在追正在追 好 现场的家长 比小朋友们还要紧张 还有最后一棒 还有最后一棒 好的 我们看到最后一棒绿队跟红队的两位小朋友都出发了 就像今天老师讲的啊 这个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红队将有比赛胜利的这种机会 但是这个意外就在刚才一刹那之间就出现了 第五棒的这个顿挫啊到时候第二棒 第六棒啊最后一棒出发的时候 绿队的这个这个应该说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我们看到这两位选手的比赛的状态是非常的熟练啊 转弯技术绿队的转弯技术我们看到绿队第六棒是四号的高瑞泽 高端小朋友啊 母红队的高端小朋友也是追回了不少 完全没有悬念 绿队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让我们恭喜绿队的这六位小朋友 起起伏伏 就像您说的这本身就是少儿的比赛 就会出现这样的因为意外造成的这个比赛过程里边的悬念 是的 一定要是更开放的去看待这些成绩 因为一个小的车手 你为他打分的结果不是依据他的训练的成绩来决定的 一定是要依据他的努力程度 以及他自身的条件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其实都是不同的 的确 所以您想说的其实就是胜负不是最重要的 当然 当然胜利是比赛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 尤其是三四五岁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们来说 他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 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 找到自己对体育的兴趣 找到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健康发展 茁壮成长的一个状态 这才是少儿滑步车 包括您在内的少儿滑步车推广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 是的 两位小棋手一天的较量终于落下了帷幕 虽然红队的一号小棋手李承飞 在第一圈的比拼中获胜 但是却没能赢得最终的冠军 有时候个人的输赢并不能代表团队的胜利 但是只要参与过 为之付出了努力 过程中带来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 你们还会保持着这份初心 你们都是最棒的 相信吗 相信 那现在我们要颁奖了 我们有一个大大的奖杯 是要颁给今天的冠军队 就是我们的绿队 恭喜你们 祝贺绿队 同时也感谢红队 你们太棒了 胜利值得欢呼 失败让人成长 在这儿呢 想对每一位小棋手说的是 一次比赛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瞬间 体会到收获才是最重要的 有的小棋手赢了比赛 有的小棋手输掉了比赛 最终的结果其实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可爱的小萌娃 小选手 在我们的赛道上得到了锻炼突破了自我 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放飞希望 点亮梦想 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挑战无极限 英雄出现 你们有点感谢 他们是无人的 所以我们来打算 你们这里是不怎样的 那么别人 我们来打算 一会儿 你让我们来打算 一会儿 我们来打算 所以都是已经 那还那个 里面 孔子 使得 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